如果平行世界真的存在 另一时空的你 事业爱情双丰收 你会干掉另外一个自己 想办法取代它 获得更满意的人生吗 如此考验人性的设定 出自高分科幻片 会兴来的那一夜 今天侠叔就带各位 揭秘那个颠覆三观的夜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去车前往好友 阿珍家聚餐的路上 金姐接到了男友强哥的电话 可还没听清对方说什么 手机屏幕突然炸裂 聚会时金姐谈起了这件怪事 怀疑是今晚彗星经过地球造成的影响 但大家不以为然 反倒询问金姐是否知道 强哥的前女友小美也要来参加派对 还是程序员大致的女伴 听到这话 金姐有些来气 她近日似乎遇到了水逆 难有机会出演舞台剧 却临时被人抢了女主的角色 心高气傲的金姐不愿沦为替补 一气之下甩手而去 没想到最后女主角身体爆样 替补上场 结果一炮而红 金姐追悔莫及 又得知男友要去越南出差 还和前女友纠缠不清 这种情况换了谁都糟心 不过没等金姐开口 神经大条的阿伟就让小美难堪 她错把女人的职业当成了瑜伽老师 对方也没认出阿伟 是个演员 还是知名电视剧小霞说电影的常客 阿伟尴尬一笑 将责任也推给了惠星 谁知金姐接话 提起了一桩奇闻一事 说是1932年 有个惠星经过芬兰时 就影响了当地人 有人迷路 有人失忆 甚至有个女人报警说 自己昨晚亲手杀死了丈夫 但第二天醒来 家里又出现了一个丈夫 众人哄堂大笑 并不当真 然而就在这时 标说的手机突然裂开 大家掏出手机 发现信号丢失 网络也没法使用 下一秒 更是遭遇了断电危机 好在屋里有蜡烛和几何荧光棒 勉强能照明 他们拿着蓝色的荧光棒 走到了屋外 周围全停电了 只有头顶的惠星 和两个街区外的一所房子 仍有亮光 众人回屋待命 却发现餐桌上 多了个破碎的玻璃杯 回想起物理学家弟弟的叮嘱 如果惠星经过的时候 有怪事发生 尽快与我联系 标说决定 去不远处的那所房子看看 并邀请大志同行 两人刚离开不久 门外就传来了剧烈的请门声 奇怪的是阿伟开门查看 根本不见人影 为了安抚惊吓的众人 阿伟去地下室 修好了发电机 屋子里亮起了灯 没过多久 外出的二人组 神情沮丧地回来了 标叔额头受了伤 大志拿回了一个铁皮盒子 他说这是标叔丢下的 但标叔失口否认 众人打开盒子 里面装着一个乒乓球盆 还有他们八个人的照片 更诡异的是 每张照片后面都标有红色的数字 大家不明所以 转头质问标叔 男人只得说出了实情 我透过窗户 看到一张桌子 上面放着红酒杯和蜡烛 旁边还坐着 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八个人 此言一出 众人懵了 他们认为标叔在胡扯 但男人心里清楚 自己确确实实 走过了两个街区 没有兜圈子 他决定再去一次 给对面的人留张纸条 说明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借用电话 可就在标叔粪笔集书的时候 屋外闪过了人影 门上多了张贴纸 强哥念出了纸上的内容后 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那纸条上的留言 竟和标叔刚才写的是 完全一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帮标叔处理好额头的伤口后 众人终于缓过神来 研究起那几张照片 数字从一到六并无规律 但大致严间的发现 不对劲 我这张照片是今晚拍的 因为这件衣服我今天才买的 不过我今天并没有拍过照片呢 回忆的事情不止于此 金姐发现 照片背后的数字 明显是自己的笔迹 无法解释的现象令人崩溃 阿伟提议 干脆去对面的屋子看看 经过商议 阿珍回屋休息 标叔 大致和梅姨留守屋内 小美 阿伟 强哥和金姐 共同前往 他们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街道 来到那所房子前 亲眼目睹了摆设相同的房间 狭坏的四个人仓皇离开 结果刚一转身 就撞见了四个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 只是对方手里拿着红色的荧光棒 是的 这种景象比见鬼还要吓人 他们逃回屋子 将经历告诉了标叔 眼前的情况 已经超出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知识范畴 他们必须找到专业的资料来解释 这时 梅一想起车里有本书 是标叔的弟弟留下的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等看到那本书 书上面写的全都是薛定谔的猫的相关理论 简单来说 如果把一只猫和一瓶毒药同时放进盒子里 那么它有可能是活的 也有可能是死的 而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 有人认为两种状况是同时存在的 盒子打开的一瞬间 一种现实崩塌 另一种现实得以保留 但也有人认为 盒子打开后 两种状态依旧同时存在 只不过它们互相分离 互不干扰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宇宙 这就是平行世界说 听到这儿 众人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 我们就在所谓的盒子里 我们就是猫 既是活着的 也是死了的 所以在彗星过去之前 会有两种不同的现实存在 一旦彗星离开 就会恢复原状 我们的现实 与其他现实再无关联 大家都会没事的 可事实当真如此吗 阿伟表示怀疑 那我们也有可能是崩塌的那一方啊 如果这样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冲过去 杀了他们 自己和自己动手 谁会赢呢 强哥劝阿伟保持理智 现在要做的是找出自己这方的优势 阿伟突然想起来 那个诡异的房子里有大智标书 阿珍没有梅姨 强哥据此猜测 在我们的世界里 阿珍在休息 但在对面的世界里 是梅姨在休息 也就是说 对方现在还没有拿到书 也没有发现平行世界的存在 既然如此 阿伟提议去偷对方的书 占据主动权 但标书和大智并不同意 他们不想把事情变得复杂 一记不成 阿伟又生一记 他决定写张纸条 威胁对面的自己 阻止大家拿书 就在他私自行动的时候 阿珍昏昏沉沉地走了出来 得知女人喝过梅姨给的药水后 众人立刻怀疑 是梅姨在食物里下了迷幻药 不过 这种猜测并不靠谱 迷幻药剂量有限 不足以让大家都产生幻觉呀 推理陷入了盲区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标书却和大智窃窃私语 因为他们刚刚发现 自己并不属于这间屋子 因为他们手里拿的是红色荧光棒 于是他们趁人不备 将所有的线索和书 装进了盒子 悄悄带走 没过多久 阿伟回来了 却和刚才的状态完全不同 竟然一直消沉地开始喝酒了 众人还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屋子再次断电 紧接着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响 他们出门查看 发现标书的车窗被人砸碎 各自检查没有问题后 众人就回了屋 只有金姐去车里取了枚戒指 那是强哥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和他同时进门的 还有带着蓝色荧光棒的标书和大志 谁也没想到 他们之前去了那幢 所有人都是红色荧光棒的房子 可令人吃惊的是 据标书所说 他在红房子时 也没能送出那张留言条 而是收到了一张 这就意味着 不只有红蓝之分 而是存在着 多个不同的平行世界 众人瞬间慌了神 提议给自己和这座房子 做个独一无二的标志 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骰子 于是 他们轮流抛制 用蓝色记号笔 将随机数字 写在了照片的背后 唯一没有携带照片的大志 也现拍了一张 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他接着提议到 可以选择一件物品放到盒子里 代表这栋房子 这样一来 有了物品和数字的双重保障 就能大大降低重复的概率 也能够保证 自己不会进错屋子 这个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他们将背垫和照片 装进了盒子里 放到门口 作为标记 完成这些后 他们紧绷的神经 终于逐渐放松 然而这个时候 金姐在笔记本上 找到了一排 绿色的数字记录 她猛然间觉察到 这里 早已不是自己最初 待的那间房子 她挨个询问众人 之前收到的盒子里 你的照片背后 是哪个数字 而调查的结果 令人吃惊 只有梅伊和阿珍的回答 和绿色的记录吻合 其他人都对不上 而绿色数字 是最初那批人留下的 金姐推测 只要人们经过街道 那片黑暗的区域 就会被随机分配到 另一个世界 当务之急 就是在彗星结束前 找到回去的路 不然会永远 被困在这儿 就在女人苦思冥想的时候 有人从门缝里 塞进了一张纸条 是另一个阿伟 送来的威胁信 揭发自己和梅伊的奸情 标书见状 脸色大变 你个王八蛋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睡我老婆 阿伟并没有着急解释 而是吩咐标书 掏出手机 指着完好无损的屏幕说 你根本不属于这儿 我睡的 也不是你真正的老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几个人交代完 最初收到的盒子里的物品后 真相浮出水面 订书机 乒乓球拍 烤箱手套 餐巾 他们收到的物品 各不相同 他们来自于四面八方 睡你老婆的是另外一个我 跟我没关系 你别把气撒到我身上 阿伟这番唯心主义的辩驳 并没有获得标书的谅解 反而召来了一顿毒打 等彼此冷静后 阿伟告诉金姐 我做过一些 现在让我后悔的选择 整个一晚 我们都在担心 在某个地方 存在我们的阴暗面 但假如我们就是那个阴暗面呢 华音未落 一个带着绿色荧光棒的阿伟冲了进来 他将屋子里的阿伟打晕之后 迅速逃离 金姐看到这一幕 忽然产生了大胆的念头 他推开房门 走入黑暗 看到了无数个屋子 和无数个自己 天上的彗星即将远去 时间所剩无几 金姐最终在一所 充满欢声笑语的屋子前 停住了脚步 既然回不到原来的世界 为什么不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呢 至少这里还没有收到盒子 他和强哥依旧是幸福满满 这个世界的自己 也没有放弃替补的机会 事业爱情双丰收 这不正是金姐想要的生活吗 于是他潜入屋子 偷走了梅姨的迷幻药 随后砸碎了标书的车窗 吸引众人出门 趁机迷晕了去车里拿戒指的 另一个自己 接着 金姐若无其事地回到屋子里 继续派对 可就在大家欣赏绚丽的彗星时 金姐瞥见那个昏迷的自己 从后门爬了进来 伟达目的 金姐一不做二不休 用马桶盖再次砸晕了对方 并将它塞到了浴缸里 她收拾好自己 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但随即两眼一黑 在走廊里晕了过去 次日醒来 似乎世界回到了正轨 浴缸里的罪行没有暴露 众人也没发觉异常 强哥贴心地把遗落在厕所的戒指 交给金姐 没有注意到 女友手上早有一枚 她漫不经心地接起电话 却细思极恐地 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了金姐的盛宴 故事到这儿 戛然而止 惠星来的那一页 剧情设定颇为烧脑 看完影片 一定有不少人一头雾水 试图搞清楚 影片究竟有几个平行时空 人物的转移 又发生在何时何地 事实上 打从影片一开始 屋子里坐着的那批人 就来自不同的世界 最好的证据 就是小美和阿伟 记错了对方的职业 而导演也通过细节上的差异 暗示了这一点 餐桌上的闲聊片段 桌子上的绿色玻璃杯 出现又消失 阿伟胸前的扭扣 既上又解开 而之所以有平行世界的存在 是因为人们的选择太多 从一张窗可贴 到要不要谈恋爱 都会让这个世界 产生或大或小的差异 他们在惠星来到的这个夜晚 做出的所有选择 都会导致新的平行世界诞生 所以没有必要纠结 到底是哪栋房子 又或者是哪个人 导演的重点也并不在此 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 你会选择 代替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获得更好的生活吗 其实导演借阿伟之口 已经说出了答案 每个世界都有美好的一面 但阴暗的角落同样存在 身份可以替代 但经验 记忆和能力 无法不劳而获 你在这个世界 过得一败涂地 又有什么信心 能在另一个世界 活得更好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霞叔 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